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一行, 在美国时间16日下午飞抵亚利桑那州凤凰乘天港国际机场, 一下飞机就受到海外台湾乡亲热情欢迎, 并从二名小朋友手上接过欢迎花束后,逐一向乡亲们握手致意, 让到场欢迎的台湾同乡会吴敏锐会长, 及台湾妇女会会长张惠美大赞超亲切。 陈菊表示,非常感谢相亲的热情迎接,在一厢很感动。 陈菊透露,他这次访问凤凰城, 主要是来向对台友好的联邦参议员约翰·马侃, John M.C. King,致意,马侃日前因罹患肿瘤养病中, 蔡总统过境美国特别挂念马侃, 特安排他顺访凤凰城送花质疑。 陈菊说,马侃在美国国会辈分, 声望甚高,而且与台湾渊源深厚, 对我政府相当支持, 最近火系马侃身体健康状况似不宜接见拜访, 所以亲自送上鲜花与慰问信, 祝福他早日康复, 访问团一行在诸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朱文祥, 副处长纪洛乔中心主任温贵堂的陪同夏, 前往夏泰饭店, 陈菊等人并前往凤凰城全桥所举行的欢迎晚宴, 继超过150人参与盛会宴。 陈菊发表演说时表示, 这次有机会在随总统访问巴拉圭的期间, 到美国各地与侨胞会面, 看到大家对自由民主台湾的不离不弃, 内心非常感激。 陈菊说,蔡总统是一位专业, 理性和国际观的领导人, 符合当前国际局势所需, 能带领台湾走向国际。 台湾当前推动多项重大改革, 都是为了世代公平正义。 为了台湾更进步, 台湾更发达。 蔡总统都敢与取面对, 她说, 美国的台湾律行法, 国防授权法的通过, 代表台美之间的关系能更稳健, 深刻地发展, 对维护亚太区域安全上非常重要。 陈菊发表蓝眼桌后, 台下侨胞纷纷高喊台湾加油。 随后陈菊等人与各桌侨团逐桌合影, 晚宴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下圆满结束。 赢了温馨上的话, 不妨礼物